大家好,我們今天就來到京都站前最便宜的超級市場 昨天看到士多啤梨減價399 長期產399 還有些新鮮的蔬菜區 連台灣的菠蘿都有 每一天都會新鮮的 所以特別多不同的蔬菜可以選擇 這些蔬菜全部都是日本產本地貨 所以 不像昨天一樣 不過花的種類齊全 因為早兩天就下大雨 會有薯仔洋蔥 即是那些煮食的食材 全部都在門口這個位置 這裡最有名的薄餅 580日圓一個 它說是每天新鮮焗 一個薄餅盒這麼大的薄餅盒 一個薄餅盒這麼大的辣肉腸薄餅 580日圓 這裡的招牌 所有款式都是580日圓 還有烤雞 另外這些就是便利店的炸雞 平日大家在便利店會買一件一件一件 一件一件那些 現在一份有四塊 四塊的話 就680日圓 我們買一份 另外有炸雞翅 現在炸雞翅 韓式炸雞 都是說幾百日圓 全部都是大尺寸的 連沙律都有 有芝士通粉 有些是類似西餐的 和牛沙律 最有名的就是777日圓的甜品 還有大蝦沙律 還有大蝦沙律 春捲 這個大蝦沙律 和牛切片的沙律 牛肉沙律 牛肉沙律 680 有熟食 全部都是蝦 7、8、77 一層 這裡有些 混合食品 的意粉 都是600日圓 這些熟食全部都是大大盤 很划算 可惜我一個人 如果不就可以買多些 它連炸豬扒也有 有些會寫著是數量限定 這裡有葡萄 葡萄就不算很特別便宜 因為顏色都不高得很美 這一份是芝士焗大蝦 忌廉通芯粉 壽司區和一些 都是肉食類的大粉裝 例如壽司 雞扒沙律 雞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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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米 三文魚飯 LOPIA 這裡叫LOPIA 我經常都不記得這裡叫什麼 LOPIA 新鮮炸 新鮮炸在777 400克的炸雞 有時可以拿出來的新鮮炸雞 炸雞 炸蝦 鰻魚飯 好 這個就 炸雞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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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這裡有刺身,切好了這份刺身賣 有白雕,紅魚,魷魚 原來有一件一件的,這裡很划算 我看到,蛋壽司,魷魚壽司 最便宜是150日圓起 蛋壽司,鰻魚壽司,蝦壽司都是200日圓 這些全部是真鵰 牛肉都有,拖羅,300日圓的拖羅 價錢無敵 熟食 是飯來的 鰻魚飯 六百幾 六百幾 來,我們再看 這裡是海鮮飯,一大盤 一大盤,不記得了,哇,1500元 款式非常多,多到爆炸 這裡,哇,極厚 手捲 沒有了,應該差不多了 海膽是新鮮的,這些叫做解凍海膽 昨天也看過,我們再給你們看看 1700日圓,一盤 和牛,牛舌,嘩,口燒牛舌 三圓團 有些人說,三圓團是日本最好吃的豬肉之一 無火 有些人說,最多便宜的鮮奶 最便宜的鮮奶 但可以到達 100 日圓左右交易 另外這裡有很多果醬 有很多果醬 果醬 果醬 这些是冷冻食品,沙律,食材类的东西 纳豆都有,超多纳豆 100日圆左右 鱼狼,豆乳鱼狼 现在多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北海道,日本,不同地方都有 有些有果汁,有些很软味 有些醃漬的食物 新空了的泡菜 日本人最喜欢吃的都是 植物 甜品布丁 整村都是布丁,布丁甜品都几十款 这个芝士蛋糕 不如,还有些刚刚新出的甜品 例如是泡芙、铜锣燒、忌廉卷 非常之多,这里非常之多甜品 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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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熟口麵 這個 急凍食品就不賣 它就是急凍蔬菜 多數都是急凍蔬菜 急凍食材 飯糰99日圓一個 飯糰99日圓一個 最便宜的是50多日圓 即是 三元的飯糰 這些是99日圓 這些 有餡的 便宕是329日圓 多數都是本地人買的 你會看到他們買很多東西 又買披薩又買肉 買的都比較多 這裏就是他們自己出的麵包 現在出品的不同麵包 喝一杯 生可樂,是一枝一枝 已經兩點了,剩下兩個小時,我們要下班,我們要去買鞋 不過差不多走了,我們走到酒區,這邊有紅酒區,日本酒區 我們先拍一些價錢 梅酒50元,香港賣過百元的,賣二三百元的,這裡都是在說 賣一兩千日圓,很便宜 日本清酒,款式超多,有些是獲獎的 好了,我們都給錢走人 我都要炸幾道福分 這裏和一般的超市是一樣的 這裏都是採用人手負款、人手掃機 我們昨天也來過了 現在的士多啤梨是399一匹 另外的蔬菜的火都回來了 另外我們看看 好,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京都站前面最便宜的超級市場 在車站前面亞多巴士的B2樓 都有一間很便宜的超級市場 是屬於接近批發價 比起便利店便宜一半那種 我們就來了跟大家看看 士多啤梨最便宜到300日圓 很誇張 我們都跟大家看看哪一款是300日圓 這個是雲仙 299日圓 應該是這款 299日圓 299日圓 便宜了 便宜得很重要 最便宜的士多啤梨 200多日圓便有交易 便宜了 我們看看還有甚麼呢 還有紅本 薄多 好像有車仔 有車仔 我先拍了門口招牌 所以 一盒 士多啤梨 1070多 即是50元左右 這樣也算便宜 最大 最大 哇 神經病 它是 4 匹 4 匹 賣1,290 這個價錢 超爽 外面的三分二 或是一半價 提子 他們有自己 不是 他們是入貨的 不是自己種 100克 96日圓 金 金便是本地 一袋金 400日圓 這裏 買菜 買菜便宜 買菜便宜 因為最近幾天下雨 它說 有些 部分款式 貴了 但我看上去 又不是很貴 都是比外面便宜 很漂亮 這個 高級士多啤梨 這裏 它是這麼大盒 先一百元 還要是大粒 那些 我們都買一盒 回去吃也好 高堂到黃林 黃林平方 六個800日圓 即是四十元六個 又不是便宜 香港很多 這些這麼重的 就不要拿了 這裏還有些 賣香蕉 亦都有食材 例如一些洋蔥 番薯 沙律菜 番茄 這裏 如果以車站這麼方便的位置 價錢可以做到這麼低 我覺得已經是 超便宜 地理位置這麼便宜 不用特地 要坐車 不知道去哪裏 哪裏 才能找到便宜 這些是Ktoy 嘩 有些東菇 蘑菇 甘菇 蔬菜 就是這裏 我們去後面看看 一梳椒 一梳椒 因為它這些是 入口 日本好像只有一個地方 有香蕉賣 基本上香蕉全部都是 入口貨 會貴些 和入口的水果 他們經過一些 特別的處理之後 味道是 比較差的 有個Pizza 這個 招牌Pizza 這裏最出名的招牌Pizza 580日圓 就有一個 還有熟食區 熟食區多到整版都是 這裏 有些急凍食品 急凍的Pizza 餃子也有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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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批發市場 甜品是一盤的 很瘋狂 你看 那些Tiramisu 八神經 很瘋狂 這麼大 777 連稅,四十元一盤 不過這些拿不到回去,凍冰冰 一到熟食區了,嘩,熟食區 價錢 價錢是瘋狂的 我想說 這樣四塊的毛骨炸雞 即便利店炸雞 680 Yen 計稅是700多 即35元 就是四塊炸雞 另外隔壁還有炸雞 即是 基本上就是滿足了 本地人的 食物的需要 如果你是遊客,即是買一盒回去 當飯吃也可以 那譬如你看這個 這個 炸雞 炸雞 都是 30元 700多 Yen 還有些燒料 燒料 燒料 這些是雞雜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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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熱的 新鮮做的 韓式炸雞 炸雞 有這個 哇 整盤 50元 有幾十件炸雞 這個 這個是韓式炸雞 再來就是這些 葡撻 葡撻的話 880 也是一樣 75 35 35 35 有6件 如果你在這裏吃的話 都還可以 其實就不用刻意買回香港 在這裏吃都可以 海鮮都有 它屬於很大量的 有些東西很大盤 這裏 777 Yen 的 Tiramisu 嘩 這盤的 吃多久 777 Yen 幾多 哇 500毫升裝 即半公升裝 的這個 Tiramisu 然後就是櫻花餅 櫻餅 櫻餅 好 繼續繼續 我們看看 雞 嘩 這個 有些 雞肉串 一KG 多少寸 這裏 16寸 50元16寸 那些雞肉串燒 即50元左右 也有 連凍的海鮮都有 例如這些 蟹 那樣 蟹 魚 這些是比較小的 適合普通家庭吃 還有蟹 還有蟹 這裏 這裏是鰻魚 燒蠔 燒蠔 燒蠔用那些 然後還有鰻魚 1200 Yen 多些一條 60元一條 各產的 這些 鰻魚 有分 是本地貨 和入口貨 還有一些蝦 和魚 剝殼的蝦 就是處理好的一些食品 我們看一些遊客買了回去會吃到的東西 好似刺身 這個 700多 Yen 7折 即500 Yen 左右 就有刺身 魷魚 潰魚 這裏有刺身 這把刀自己切 有些朋友會自己帶一把刀過來 即是 切食 即是 有時可能吃蛋糕 或者吃刺身 買了那些一條可以自己切 我們看這裏 是 看到嗎 很大間,有酒水,有海鮮的凍貨,凍蟹腳 這裏叫Lokia,Lokia,Lokia,Lopia,這裏叫Lopia 這裏叫Lokia,特大魷魚飯,50元一隻 你看看海鮮多少,特大魷魚飯 還有其他急凍海鮮,本地人都會去買菜 因為它的價錢真的近乎,業務超市價錢 比當時便宜很多,亦比當時更貼近正常本地市民的消費價錢 看看刺身吧,這裏 這裏有些麥魚,八爪魚 海膽,海膽 海膽有沒有寫在哪裏做 它是寫生食,但沒有說在哪裏做 它有說加工者,加古村,鮮魚是長 我當它是日本製,1700日圓一個 1700日圓一版海膽 1700日圓一版海膽 一百元都不用 我們拿給大家看看 1700日圓一版海膽 一千七百日圓一版海膽 一千七百日圓一版海膽 這裏是甚麼瘋狂價錢 因為凍肉那些我不看太多 因為大家都應該沒有興趣 我們看一些遊客可以吃得到,買得到的 即是買了吃得到的 這裏有些昆布,有些人可能會買昆布 這裏也會有的 都是幾百日圓一份昆布 這裏有些昆布 當然不少就是肉 如果你們想買肉 都可以的 有兩種方法是可以吃得到的 你買薄切的和牛 你可以用 你去買杯麵 或者買一個蓋蓋的盒子 加熱水蓋下去 或者加湯底煲滾去 一般來說用杯麵是最方便的 丟下去,然後焗3至4分鐘 牛肉應該差不多熟了 因為牛肉本身就不用吃100%熟 吃五成左右就可以吃到 這些厚肉 就略為貴一點 厚的食材比較難煮 你要煎它 因為芯就全部都是血水 除非你喜歡吃比較生的 食生活 我有朋友住京都的時候 他經常都在這裏買菜 他就說價錢上是抵食 業務超少 有了有了 我要買那些東西 那些羊肉 這些應該是煙肉 五花藍肉 我們看看還有沒有 煙燻豬肉 火腿 還有生火腿 這邊有 有生火腿 有熟火腿 這些就是日式叉燒 日式叉燒 日式叉燒100g 168g 它是自己出品的 即是自己的自家貨品來的 自家貨品 還有香腸 肉食類的就是腸 漢堡 漢堡扒 煙肉 燒豚 這個很棒 燒豚就是一大塊 一塊都差不多700g 有正米防夥 漢堡 有一塊 料理想是可以吃到的 這道菜 燒豚很棒 自己刮去刮開 刮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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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ASA 這些就是煙燻的 煙燻的話 100克計178克 即是10元左右 還有其他入口貨 這些在香港應該賣40-50元 在這裏20-30元左右 入口貨這裏一定是貴一些 這些真空了 我就覺得可以賣回去 它有寫幾重的一塊 這一塊是團拖 醃了的主角 500克一塊 50元 50元500克 鹽燒團 這些漢堡扒就沒有特別 除非是買冰的 不是買冰的就帶不回去 還有一些生熟火腿 比較貴 我們看看時間 這裏是生肉 我想大家沒有興趣 我也沒有興趣 這是加熱熟的食品 有些是牛腸 我想國產牛,這些是否結了冰 是的,這些是結了冰 這些可以買回去,有些是加熱就可以吃的 即是煎了,醃好,即是預備好的食材 這些買回去就這樣加熱就可以吃 還有一些腸仔,和牛都有,整塊和牛 這些是批發用,大大件的,一塊牛 50元有五件額空,跟香港一樣價錢 這樣就不用去買,這些全部都是急凍的食品 有些要留意是本地貨還是入口 因為有些是大陸加工的 那你便買回去,沒有理由在日本買一些大陸的食物 這裏是肉區,和牛區 我們看看 好,A4和牛是甚麼價錢呢? 紅本A4和牛 紅本A4和牛是500克 500克就是差不多3000元 即是差不多半公斤 半公斤?半公斤可以這樣看 所以說,在香港是100元才是1克 便宜一半 那裏有些和牛,和牛 和牛一大件 A4的牛扒 A4的牛扒 這個300多克,一啟過 就2000元左右 那如果你真的煮Airbnb 那裏有隻和牛扒 那你買這些自己回去煮 那就一流了 是吧? 還有,國產牛肉 都是A4 100元,100元一大塊 100元,這些沒有那麼高級 沒有那麼多油花 就100元左右 最高級的A5和牛 賣到甚麼價錢呢? 最高級的A5 300克,2500日圓 大概是8多元 823元 823元就有一塊 300克的和牛 便宜得很厲害 還有些是稀少部位 200克就1000多日圓 即是 100克也不用50元 我們再看看還有甚麼特價貨 都是羊肉 還有肉 好了,我們繼續吧 我們 有些是老豬手 肉乾 和牛應該看了 應該大家看了 雞那些應該沒有 雞那些應該沒有 雞那些應該沒有甚麼關係 還有些便宜些的 拼盤和牛 都是差不多價 即是大概 都是2000多日圓 就有300-400克 它有分是普通用 煎用 火鍋用 放火鍋用 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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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焗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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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它都被人掃了 被人掃牆 嘩,在貨架那裏,貨架那裏都被人清光了 公仔麵 燒團 燒團 買燒團,完 燒團一塊都一KG,我打算買兩三塊吧 完 對 完 燒團 燒團無敵 燒團 對 完 生吃又可以,因為本身熟了 完 好,我繼續燒 Go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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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 好 好 好 這個薯片也有 這款是 159 紫菜味 126 g 肉區應該就是這麼多 這裏是咖喱 4 袋咖喱 300 Yen 左右 15 元有 4 包 即是 4 元 1 包 便宜得很厲害 那些火鍋湯底 10 元 1 包 這些應該不會買在香港太重 這邊有生肉 最主要是買燒團 鎖定目標就是買燒團 這邊有些芝士雞扒 5 元 也很便宜 它有些自家出產的貨品 它可以去到幾元就有一塊 有些賣到爆燈 有些東西 我們看看 我們明天要賣的東西 那 即食的果腿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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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鈴薯 一條 阿志 搞定,搞定了,大概會買兩三塊這些 這些全部都差不多大小 因為它用真空包裝是絕對可以帶回去 買三塊兩KG,然後再收拾其他 我們回去收拾行李,再決定買份量 我們去看看其他貨品 加密研究,沒有 vaccine 自己果然適合 我們來試過 甚麼都會打了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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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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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点是否去到 这个 好 就这样 先说 这里整层都是去 所以 真的超多东西 就算调味料 酱油都去一行 还有紫菜 牛奶 牛奶 这些 牛奶都几十款 真是瘋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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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 如何过去 然后 现在这些 差不多下班 我应该都行不出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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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果汁 我经常说 买这些 果汁是最好的 买果汁 为什么好呢 就是 你可以 茶包 你可以拿去充饭 这些 这里自己出的 你吃得安心一点 还有款式多一点 这里差不多下班了 喝品整项都是 然后这些是调味料 调味料 调味料 味素 米 这里还有些米 糙米 日本米 5KC米 1800Yen 不用一百元 2000Yen 继续 面包区 这里有些自家出产的 自家出产的面包 中式包 冰箱 冰箱 这里 走过去 都是 21分钟 我们 去完 这个景点 没办法 吃东西 明天再买 对 站在这里 这次 都在这里 收工 北斗前 饮品 区 它跟伊云有些似,它是除了一枝賣,它是有一箱賣 有一箱,零食區,零食薯片那些,我想都是差不多 龍角散都有 薯片,魷魚,特價貨 薯片在這邊,薯片是100日圓左右 因為要加10%稅 我們走過去那個夜櫻 去收9點半 這裏是酒區 酒類的貨品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沿路上去 那些熟食都很大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可以沿路先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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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明天過來入課 我們上去